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我们都乐于装扮出一副善良宽容的模样 可最考验人性的,却偏不是在这些顺遂如意的时刻 而是看一个人失忆之时,会如何安放他的善良 一,什么是修养 《红楼梦》有这么一个情节 戴玉生宝玉的气,哭了半场 最后还叮嘱子涓 看那大燕子回来,再把帘子放下来 拿石狮子椅住 那个平时有点尖酸,心眼又小 又讲话不留情面的姑娘 在自己气到哭了半场的时刻 又能记得要等燕子归来再放下门帘 她在失忆时候显现的善良,播散的善意 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风度,光芒四射 一个有修养的人骨子里透着善良 从不需要刻意地伪装 哪怕失意落魄,也不忘带着善良砥砺前行 看一个人的修养,不是看他心平气和的善良明媚 而是看他心浮气造时的温暖如初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踢猫效应 指的就是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 由地位高的传向地位低的 由强者传向弱者 无处发泄的最弱小的变成了最终的牺牲品 踢猫效应描绘的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 是指对弱于自己或者等级低于自己的对象 发泄不满情绪 而产生的连锁反应 人的不满情绪和糟糕心情 一般会沿着等级和强弱组成的社会关系链条 依次传递 由金字塔尖一直扩散到最底层 无处发泄的最弱小的那一个元素 则成为最终的受害者 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疾病的传染 经典的文学形象阿Q 就是在被财主和外人欺负了之后 到处找不如自己的人发泄 没想到不但打不过王虎 因为肚子饿 连不如自己的小弟也打不过 最后只好欺负小尼姑 然后就十分得意地笑了 可见欺负更弱者 是很多弱者的常见发泄手段 在失忆之时 也能不倾鉴比自己弱小的人货物 不拿别人撒气 在泛涌的情绪中 依然保留一丝悲悯与自治 这是善良 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 软件公司的销售小K很能干 刚进公司就谈了两个大客户 很快从普通业务员升为总监 工作顺风顺水 小K待人也温和有礼 平时走在路上都会主动捡起垃圾 扔向垃圾箱 同时和他开一些出格的玩笑 也从未见他跟谁红过眼 但一次下班 小K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迎面走来的保洁员挡了他的路 便破口大妈 这位大妈你会不会扫地啊 我这衣服弄脏了你赔得起呢 到了车库 由于系统的故障一直出不去 他不耐烦地常按喇叭催促 直到看见同事 他才停止按喇叭 同事惊得目瞪口呆 小K略显尴尬地解释说 哎 我平时不这样的 之前谈了那么多大单子 这次就因为没谈下这个客户 上面就给我降职 调了个新总监 这让我还怎么混 下了班还被保洁弄脏了衣服 高尔基说 当一个人心情愉快 万事顺意的时候 他便显得善良 可看一个人真正的修养 不是看他春风得意时的明媚 而是看他失意时 是否温暖如初 比如心情不好的时候 对服务员还能保持基本的礼貌 工作不顺时 依旧对送餐超时的外卖员 说声谢谢 自己手头截居时 还会帮助更需要的人 正所谓 迥是其所不为 贫是其所不取 生活的不顺 绝不是对他人乱发脾气的理由 只有装出来的善良 才会在逆境时 原形毕露 平凡的世界里有一句话 即便没有月亮 心中也是一片皎洁 这个世界上 有太多命运不计的人 身上充满了力气 他们喜欢抱怨生活的不公 也时常对无辜的人 发泄自己的情绪 可是也总有一些人 即便人生不顺 也能活出最温柔的样子 王阳明被贬农场时 生活非常艰苦 食无肉 居无事 当地的乡民也尚未开化 十分野蛮 常对王阳明百般攻击 他不仅不恼 反而替他们看病 教他们读书 耕种 时日兼酒 王阳明就从一个不可信任的外乡人 变成了乡民口中的大善人 活菩萨 毕书敏说 有教养的人 内心装着一个温暖的春天 事一时不带力气 困窘时坚守善良 这种根植于内心的教养 是比金钱 名利 更加宝贵的财富 陶永在他的新书目光中 提到一个故事 一个六岁的小女孩 患了白血病 几乎双目失明 治疗的过程中 需要在他眼睛上扎针 但他坚持不用麻醉剂 只用了一点点麻醉的药水 就开始进行手术了 当陶永问及原因时 他说 想给家里省点钱 后来 女孩的眼睛得到好转 参加了画画比赛 拿到第一名 奖金是五千元 让陶永难以置信的是 女孩居然拿出一千块钱 捐给了同病房的 另一个小患者 女孩本是一个 经历过巨大苦难 甚至需要别人帮助的人 但她没有失去善良的能力 休养是什么 休养就是明明经历了一场风暴 却压制住了爆发的念头 还云淡风轻地和别人说 快下雨了 大家准备好伞了吗 一个人最高级的善良 就是看到别人的苦 会生出慈悲之心 即便自己淋着雨 也总想着为他人撑伞 二 越高贵的人越善良 看过一则令人鼻子发酸的视频 一名一扇蓝绿的男子 来到派出所说 我在报纸上看到助学计划 我想捐一千元 意识到自己蓝绿的形象后 他不安地强调 钱是正规渠道来的 请放心 看着他单薄的衣衫 民警忍不住说 不用捐这么多 天这么冷 你自己不需要一点吗 他不在意地说 我自己能照顾好我自己 云边有个小麦布中 有这样一段话 生命是有光的 在我熄灭以前 能够照亮你一点 就是我所有能做的了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善良的人 确实是经历低谷 困顿 甚至打击后 仍然保持善良的人 早年间 林语堂到国外留学 一度穷得连粥都喝不起 他只得向胡适求助 能否由尊凶作宝 向他人借贷一千美元 然而 胡适当时经济状况也很差 家中一度举债 但是他还是毫不犹豫 以北大提前预支的工资的名义 给他寄去了两千美元 四年后 林语堂回国到北大就职 才知道 北大没有预支工资这回事 那些钱都是胡适夫妇 结衣缩食 东挪西借来的 只为了不伤害他的自尊心 江心比心 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这是一种推挤及人的善良与温柔 苏氏的失财纵横名动天下 令世人仰慕 而他刻在骨子里的善良 更是让人钦佩不已 乌台诗案 他被贬折到天高地远的销索之地 贬折之苦无可禁述 但他始终心系黎民 频频善举造福百姓 贝贬黄州 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孤儿院 贝贬杭州 他修建了苏堤 贝贬惠州 他设计了自来水供水系统 在自己身无常物的拮据日子里 他努力筹措资金 为当地修桥铺路 真正的强者 会将生活的苦难悉数收下 然后用善良和坚强 把地狱装扮成天堂 灵魂越是高贵的人 越是拥有一颗悲悯之心 能够在低处经营好自己的人 最后往往能到达人生的高处 生活从来都不缺 得意识温文尔雅的人 缺的是在失忆时 仍心怀慈悲的人 命运不济时 也要记得保持善良 善良是一种回声 说不定善良 也是你走出失忆的钥匙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